最佳跳水运动员进入国际游泳名人堂 说起田亮这个名字相信不会有人感到陌生 毕竟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国的跳水冠军 被冠以跳水王子的称号 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运动员 因为田亮在新年奥运会上获得了自己跳水生涯中的第一枚金牌 自死之后铭声大噪 但是在2007年的时候田亮正式宣布退役 惩记了几年之后他参加了一档名为爸爸去哪儿的节目 更是获得了一波国民度关注 也让自己的女儿Cindy成为大家眼中的小公主 田亮在自己的跳水生涯中一共拿下了70多块金牌 被称为是金牌收割者 这是很多运动员渴望不可及的一个成就 但是最后却是以被开除的形式离开了国家队 这到底是为什么 今天搜罗关就和大家来聊聊田亮的故事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 还请各位观众老爷赶紧动动手指 点赞订阅加分享吧 搜罗关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 田亮 世界十大跳水运动员之一 凭借帅气俊朗的外形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跳水王子 七岁开始跳水 早早地展露了天赋 十岁被四川省队选中 十四岁便进入了国家队 师从中国首高运跳水冠军周济红 在日常训练中 田亮板台兼修 不仅在失敏跳台方面有所成就 对于三米板也有所研究 十五岁就赢得全国锦标赛跳台冠军 十六岁在美国国际跳水大奖赛上获得了双人跳台冠军 田亮用实际成绩为自己迎来了跳水神童的魅力 回顾田亮的跳水职业生涯 成就可谓是辉煌无比 虽然他十四岁进入国家队时 当时国家队里有很棒的奥运明星 但是田亮的天赋和潜力 征服了跳水队的所有教练 他马上就成为了国家队的重点培养对象 2000年悉尼奥运会 他在前三个动作落后30分的情况下 破釜沉舟 战胜了罗斯的大老虎萨乌丁 在第四条以近乎完美的表现 赢得了101.52分 内压胡家夺魁 赢得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块奥运金牌 那时他压水花技术已经出神肉化 北欧中媒体评价为 入水不会惊动沉睡水面的跳水王子 一代跳水王子从此诞生 在当时很多人对于这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十分看好 并且将田亮与郭晶晶成为中国跳水队的金童玉女 一年后的日本福岗世界游泳锦标赛中 他又再次多亏 连续不败的战绩 让荣誉 名利全部来到了田亮的身边 2001年至2003年间 田亮拿过2001年世锦赛男子十米跳台单人 双人冠军和第九届全国运动会男子十米跳台冠军 2002年釜山亚运会冠军 全国跳水冠军赛男子十米跳台冠军 世界杯男子十米跳台单人双人冠军 世界锦标赛男子十米跳台冠军 2003年世界锦标赛男子十米跳台第三名 2004年雅典奥运会 尽管田亮只获得了十米台双人跳一块金牌 但足以奠定他在跳水界的偶像地位 但是在雅典之后在闪光灯的辉映下 田亮的身份开始变得复杂 各种商业广告涌向田亮 一时间田亮成了商业大卖的宠儿 2005年初田亮正在经纪公司的安排下去拍摄写真 为此他遭受了批天盖地的批评质疑 田亮说自己并不能与之什么 只是单纯的按照原定计划一步一步向前走 自己并不是有意识的去做什么 这点我一直很冤 但是在2005年1月 国家队的体学教练周济红 以及参加过多商业活动 违反对归 做敞告代言等为由 将田亮出名国家队 在两会期间 曾有2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 为田亮回归国家队在力争 但没有成功 2007年 一代跳水王子退役了 田亮饱含热泪 与他心爱的跳台挥手告别 职业生涯一共获得的 70多枚国际国内各项比赛的金牌 占据了他所有的青春年华 曾经就是他生命的全部 是他所有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从跳水神童到跳水王子 田亮做到了最好 也开辟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自2007年宣布退役后 田亮便将目光妙准了娱乐圈 凭借在跳水事业中 累积的世界性知名度和高人气 很快就成为了影视圈的新宠 篇约不断 2007年至今 田亮先后接拍多部 高收视率的电视剧和电影 并且出演重要角色 这让他在大荧幕上 有了很多曝光的机会 而让田亮大火的 是在带了闺女参加 爸爸去哪之后 看起来文文静静的Cindy 实则是一个风风火火的女汉子 在节目里 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哭哭啼啼 而是每天像疯一样 从来都不用走的 在节目中 观众们也看到了一个跳水王子 到慈祥附近的华丽蜕变 田亮和孩子们相处 就像是朋友一样 他本身就是一个很逗逼的人 时不时会坑自己的孩子 在节目里 就常常给三迪穿错衣服 大热天 给三迪穿上厚厚的打底裤 在和自己的儿子一起的时候 更是如此 在教小亮仔游泳的时候 就直接把他扔进水里 不管不顾 听说榜上足够多的 清气球就能飞起来 就给小亮仔身上绑满气球 验证到底能不能飞起来 而田亮的两个孩子 也完美地继承了田亮坑的基因 孩子们坑父亲的场景 也是受到了不少观众的好评 田亮不仅有一双懂事儿的儿女 还有一个特别贤惠的妻子 在不久前开播的 《下梦的生活》的第一期节目中 就邀请了当年的超级女生 其中就有田亮的老婆 叶一倩 在黄磊做饭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给黄磊帮忙 洗菜 收拾 搜索官看到这儿 着实有点感动 现在还有能像叶一倩这样 勤俭持家 会干活的女星 真是不多见了 田亮真的是取到了一个好老婆 在东京奥运会期间 作为跳水项目的前奥运会冠军 田亮忍不住 重操就业 分享了一段泳池边跳水的视频 为中国健儿加油助威 27日傍晚 田亮在某短视频平台贴文称 稳住你们是最棒的 还不忘俏皮的贴上了 人类高质量跳水 冠军代表团标签 令人忍俊不禁 脱一整整14年的田亮 站在泳池边 戴着手表一本正经 要了一个3.0的难度系数 5152B的动作 仪式感拉满 身穿一件碎花沙滩泳裤 背朝泳池 做好预备起头动作 一脸严肃认真 玉力症 宝刀未老 单一声哨向后 见其平地后攻翻 抱腿旋转一周半 稳稳入水 田亮的一套动作 仍旧十分流畅 娴熟 不愧是昔日世界奥运冠军 只是水花稍微有些瑕疵 我们可以从照片中看到 人到中年 41座的田亮也是发福不少 昔日八块腹肌已不复现 跳水王子也是成了跳水大叔 而在田亮飞向跳水视频后 第一时间吸引到众多网民来围观 热心的网友们纷纷借用 爸爸去哪中的经典台词调侃称 三迭 我爸爸掉水里了 作为跳水王子的田亮 虽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离开了国家跳水队 但我们不可否认 他在这份事业上所付出的努力 所以老关也希望 田亮的精彩人生 能够一直继续下去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小伙伴们如果还有更多想了解的人物 可以给solo官留言评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